它展现的就是美 舞蹈的美 音乐的美 感受就是很美 从事教育多年 大学兼任副教授 奠基事务所负责人沈黛范 极力推崇神韵之美 神性的内容就是真善美 我认为能够展现真善美的 都是神传的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神韵透过舞蹈 艺术 能够把这种真善美展现出来 非常的棒 陈代范敢佩 非凡演出背后 有神韵艺术家们的心性修炼 舞蹈 它是人体美还有力的展现 我原来以为是 以中国元素为基础 有融入西方的一些元素 原来中国的舞蹈是比较柔美 和谐 比较慢 但是它今天表现出来是有力 速度 还有很多人体真善美的 力跟美的展现 因为每一个动作的展现 假如没有对心性的修养 锻炼的话 很难达到人体那么美的展现 陈代范说神韵演出让年轻世代观众感受美善 就像化着围青的明珠 让他们感受到美的东西 真正的美 外面现在很多东西 重金属那个时代是没有美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明珠 投在那个水里面能够让水都很沉浸 这样子 混沌的水变为很沉浸的水 新唐人亚太电视 秋天洗罗建廷 陈月秀 台湾 彰化报道 我们下午1公里 我们下午1大 今天的 liv